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由老王博讲 第114集 进入上海 1 日本投降了 举国欢腾 这个时候戴笠大摇大摆的回到了上海 那是1945年的8月21号 戴笠亲自带着杜月笙 王一新邓宝光一行 浩浩荡荡的回到了上海参加接收 戴笠一行 在上海机场下了飞机 唐生明跑过来拥抱 胜利了 我们总算胜利了 两个人激动了一阵子 戴笠又在唐生明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你小子力功最大 于是两个人嘻嘻哈哈的又恢复了过去那种亲密无间的热乎劲 两个人手拉着手上了一辆别克豪华轿车 十往金神赋路唐生明的住所 在车上 戴笠排着柔软的沙发 这车子不错啊 多少钱买的 唐生明把身子向后一仰 哼 不用钱买 这是找周福海要的 还有我那房子 也是 戴笠说 这回你可立大功了 校长很满意 他要我带他谢谢你呢 唐生明说 哪还不是多亏了羽农兄提醒 校长要谢我 那么我得先谢你 这当初啊 军统的上海特务组织 被李氏群端了锅 几乎是全军覆没了 为了继续获取上海的情报 戴笠就建议蒋介石 派唐生明去卧底 这时候戴笠就说 成绩都是你干出来的 你看你来了以后 真是胜过千军万马呀 情报的质量 那比我手下的一大群混账 做的有价值多了 唐生明就笑 宇农兄啊 你再捧我几句 我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说着还真有点脸红 戴笠看见已经把 唐生明捧得有点晕乎了 就说真的 我没捧你 我花那么多钱 养了那么一大群人 结果你看 不是被李氏群俘虏了 就是被杀了 借日本人之手 铲除李氏群这个奇功 说什么 那真是难以磨灭 这回 唐生明已经开始有点飘飘然了 他仿佛自己啊 真的就是国民党历史上策反汉奸的全能英雄了 戴笠还真有点重感情 我们的组织啊 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功臣就好了 现在很多人就想着发财 搜刷自然тировés 搜刷明纸民膏 看见实际成熟 他就试探的 说 对了 你在上海 生活的怎么样啊 钱够不够花 唐生明 仍然沉浸在 功臣的感觉 他说 你上次给我的 300亿美币 我呀 全都存在了 Definitely 傅备银行 除了给中义救国军一些以外 我一分钱都没花 你来了正好 我也省得费心了 让他物归原主 戴笠就故作为难 哎 你看 我给你钱就是让你去办事嘛 让你大手大脚 这种腐化 那校场是允许的 为了开战工作嘛 你怎么还节俭起来了 唐生明说 不瞒你说啊 离开你以后 我还真一直不缺钱话 王精卫 陈公博 周佛海 他们都清楚 我这个人历来最讲享受 所以他们经常给我钱 戴笠点点头 你刚来的时候 他们没怀疑你吗 问到这个地方 唐生明沉重起来 很久 他才叹了口气 哎 事哪有那么简单呢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 这个消息一传开 王精卫就下了请帖 请我们夫妻两个吃饭 我们就有李世群夫妇陪着去见了王精卫 他一看见我 还很高兴 你来了 很好 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 多来一些 将来我们可以自己建立军队了 戴笠听着点头 插嘴 王精卫那是老狐狸啊 阴险狡诈 在他面前你说话要万分小心 唐生明点头表示同意 可不嘛 他为了跟我套近货 仗着在黄埔担任过党代表 就在我面前摆老师架子 他知道我过去不认识李世群 就当着你的面 大谈过去和我 以及我大哥的关系 说的这个李世群呢 还真对我就特别的另眼相看 戴笠用手指挖了一下鼻孔 换了个姿势 他对自己当汉奸是怎么解释的 唐生明说 那他的理由可充分了 他说个人救国的方法不一样 说沦陷区校长既不要也不管 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啊 有大量的中国人民呢 如果他能够想办法 把他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 这就是救国 戴笠皱着眉 真是无耻 唐生明接着说 他看我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 就问我 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宴电没有 他说 这是一种救国的方法 我呀 还真没看过这个电报 也没准备 就老老实实的说 我真没见过 他对我的回答不满意 又追问我 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的老百姓 对我是怎么看的呀 我为了应付他 只好说 从我所接触的朋友嘴里 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的 不过有些人也是反对你的 他听了以后笑笑说 这是很自然的 目前一定会有些人 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 甚至会反对我们 但是将来这些人 一定会完全的了解我们 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 我听了 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 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但是 我还真说不上话来了 当他谈到 曾中明被雨农兄打死的时候 那是显出很气愤的样子的 他连说了几句 很不应该 很不应该 他一再向我说明 我走出来是事前认为 国家在那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再打下去的 把国家的命运 就那样儿戏般的断送了 我们怎么对得起后代子孙呢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 那是很坦然的 我又不是偷偷摸摸跑出来的 为什么要派人来暗杀我们呢 王精卫看见我 对他说的兴趣不大 只是点头微笑 就把话题转到了 我的工作方面 我跟他说 我不想做什么工作 他却提出来 让我先当他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 以后慢慢商量 我听了以后呢 还是说 打算就是在上海住着 待着 他也就同意 我在上海先休息一下 多了解些情况 以后再商量 当天呢 他就叫周佛海 给我在上海准备房子 并且让他送了我一辆新式的轿车 就是这辆 到了晚上六点多钟啊 索邀的陪客都陆续来了 除了前一天宴会上见过的那些以外 除了前一天宴会上见到那些人以外 还有二十多个他手下的汉奸高官和他们的老婆 在那次的宴会上 汪精卫好高兴 他喝了几杯白兰蒂之后呢 还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我说 我得到过情报的 听说你和戴笠的私交好得很 你这次来南京 是不是打算来杀我呀 他一面说 一面站起身来 不停的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 朝着我走了过来 其实在这种场合下呀 他这么一个动作 的确让我感到非常突然 当时我还真有几分醉意 就急不择言的回答他说 杀鸡烟用牛刀 我不是不怕死的人 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 这个时候 满座的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了 坐在我旁边的夜旁 还用力的拉着我的衣袖 我真的很着急当时 因为我没考虑到 不该把汪比作鸡 那也太看不起他了 后来叶鹏提醒我 我也感到有点失言 戴笠继续听下去 唐声明接着说 正在很别扭的时候 李士群在旁边 为我向汪解释 他说 他对我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 我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 也绝对不会干那种事 我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了 我过去和戴笠 的确那是要好的朋友啊 经常一起玩了 但是我从来没替他做过任何工作 并且说 像我这种人 我什么都不想干 我哪还会去当特务啊 汪定卫听了这些话以后 态度才恢复了正常 不再是那种非常气愤的样子了 他慢慢地走过来 笑着对我说 我当然不相信那些话的 所以我提出来问你啊 因为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嘛 我信得过你 知道你绝不会对我不利的 他稍微停了一下 还不等我回答 就指着我问了声 你说是不是这样 你说 我赶紧说 啊是这样 是这样 听到这个时候 带你紧绷的心弦 才算有所松弛 汪精卫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 唐盛明说 可不是吗 还不止这些 陈碧君第二天 又派人把我们夫妻两个 接到他们的家里 还趁着汪精卫不在家 他又仔细地把我盘问了 整个一溜够 他问的每句话都非常刁钻 要是事前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还真的有些话回答不上来 比如说 他问我是怎么出来的 为什么要出来 出来之前到过哪些地方 见过什么人 谈过些什么话 他非常注意我的大哥 他又问我大哥对我出来 知不知道 这里老王插一句 唐生明的大哥 就是唐生志 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怎么样 对汪先生是怎么看的 足足问了我两个多小时 有些话 问了我还不算 还把我老婆叫过去问 他想从我们两个人的话里找出破绽了 我到了上海和南京以后 还只遇到过这么一个毫不客气的对待我们 怀疑我们的人 从那次以后啊 我对他那是提高了警惕的 带立说 这说不定就是汪精卫的主意 所以啊 他才借过走开的 让陈碧君来问他 唐生明摸了一下后脑勺说 这很有可能 不过当时我确实没想到这点 带立长叹了一口气 哎 幸好他们没看出破绽 在重庆我也时刻关注着你的 到了上海11月1号 汪伟报纸刊登了新闻 我才放心的 唐生明苦笑 他们给我的那个职位 那也是我不得已 当时啊 所有的上海报纸 都在10月1号的头版 刊登了新闻标题为 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 即将被委任军事委员会要席的报道 大概意思是 国民政府还都以来 革命军人身名大义者 纷纷来到京都 积极参加和平运动 如风起云涌 清系唐生明将军夜以来京 唐将军系唐生志胞弟 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 中日战争发生以后 任长沙警备司令 长沙大火之前 调任长桃警备司令至今 因鉴于无抗战之际 乃毅然离去不畏艰难 文官来京 汪主席于刺剑之鱼 致为欣慰 且深至嘉奖 已决定提请中央政治会议 为以军事委员会要习云云 戴笠在重庆读到这些新闻以后 将计就计 以唐生明的哥哥唐生志的名义 从10月10号开始到19号连续10天 在重庆的中央日报等大报上 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 用特大号字刊出了 唐生志见识 四地声明 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简 且告诉尊尊 且听之渺渺 不宜近日突然离乡 浅南京 昨据敌人广播 已任为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 疏身痛恨 除惩请政府免官严计外 特此登报声明 从此脱离兄弟关系 此起 唐生明是不是通过了汪精卫 陈碧军的考察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感谢您收听 由老王为您播讲的 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